我想過我曾經有走過 比較瘋狂的美白之路 就是有吃那個抗淋血劑 大概是成為愛美不要命 轉念健康瘦 它是一種藥 它是治病的藥 然後我們是抓它的副作用 就是會讓人看起來很慘白 反正有白這個字我就去試了 後來呢就是發現它就是 真的有其危險性在 所以我就發現有危險 我就馬上停掉了 那個時候的我是愛美不要命 但是真的發現會要命的時候 還是會害怕 所以還是就馬上停掉了 年輕的大師真的太虧 自己的情文不能隨便嘗試啊 現在已是兩個孩子的媽 只求健康最重要 減肥也不敢太激烈 也有找營養師 調整我的食物 就是吃東西的方式 然後加上運動 局部的運動 就是哪邊比較需要運動 我就局部會請老師來教 慢慢慢慢也就瘦下來了 我當然是不會把目標設定在那個 生孩子前的那個 紙片人的那個數字上 現在目標的話 我覺得差不多 再瘦個一兩公斤 就可以了 那你要拿什麼 就均衡 然後看我身上是缺 哪一些維生素 然後就多補充奶 那一方面的 現在就幾乎都是正常的吃 就是蔬菜多一點 然後肉 墊粉少一點 核心肌群一定要 手運懷孕的時候 就是完全沒辦法練肚子的肌肉啊 然後現在就是 大部分都是針對核心肌群 所以我就開始練那個 Platis 現在就是如果抱孩子啊 走路啊 或是站起來啊 我都會盡量的用 老師教我的方式去站 縮小腹 那個夾屁股 然後那個 呼吸的時候 今天用那個氣沉丹田 那樣子